欢迎来到Interesting,我是你们的轻衣 在近几年我们经常能看到关于青少年被强制送入网影解除中心进行治疗的新闻 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些网影解除中心往往是靠着一些极端手段 而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洋游性网影解除中心了 在网上还有人戏称他是现代版雷天法王 而在美国也有一家著名的网影解除中心,堪称是解网影的魔版 记作为于美国西雅图雷德蒙德郊区的网影解除中心名叫ReStart 成立于2009年是美国首家网影解除中心 来这里接受治疗的大多数为18到28周岁的男性 ReStart从外观来看就像是在森林里的一座豪华度假别墅 因为ReStart所宣传的重点特色就是为来这里接受治疗的人提供家庭式亲近 并在这个家中待上45天 ReStart参考了中国专家的一些意见 但与我们国内的借助网影方法却截然不同 在进入ReStart后首先得放弃各种能够上网的设备 这里也不会提供WiFi 每天要自己做饭打扫卫生 有点像是回归到电器还不普及的年代 同时每个人都会配备一位理疗师和健身教练 另外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就是 每天ReStart都会将患者进行自己中座谈会 大家一起按照12个步骤来慢慢地重新认识自己的内心 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上瘾以及如何去克服 小编认为ReStart相比于国内的网友接触中心 多了许多人进化 运用正面与生物反馈来改善情绪和行为问题 而且在ReStart还配备了一个图书馆 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互联网 甚至能收发邮件网购 不过ReStart的资料费用也不算低 一期疗程为45天约1.45万美元 只和人民币近10万元左右 所以小伙伴们觉得比中国的店一点这种疗程值吗 欢迎走进Tristin 好吃好玩有趣多逼的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对我们没时间解释了 快上车